今天做一个照烧鸭胸 我们用的鸭子呢是Costco买的 首先我们要做照烧汁 需要的材料呢有姜蒜 桂皮和大料一点点 洋葱和胡萝卜少许 我们先把它切碎用它来煮汤 因为这些材料我们在熬完汁以后呢都滤掉不要的 所以呢你可以搁点胡萝卜皮啊姜皮什么的 这些不需要的材料都可以的 只要它味道好 取一个凉杯 上面有刻度的 我们先加入日本酱油50克50毫升 这个味淋50毫升 日本清酒50毫升 红糖25克 今天的汁呢我做的稍微多一点 剩下来的呢可以放到一个小瓶子里放到冰箱 可以做照烧三文鱼照烧鸡都可以的 牙胸打开用厨房纸把多余的水分血水吸干 非常漂亮的一块 汤锅内加入少许水100毫升左右 我们先把这些菜和香料放里面煮 然后把调好的酱汁搅匀 倒入 现在熬了20分钟了 汤汁呢已经开始浓缩 起泡 粘稠了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 煎锅烧热 煎锅烧热 放点油 我今天放的是橄榄油 橄榄油应该是比较健康的 鸭胸皮朝下放入 用小火先煎两分钟 放过来看一下 鸭皮出油了 里边油比刚才放的要多了 也是小火这样慢慢的煎它 侧面也要给它煎一下 封住它的汁水 四面都煎的焦黄的 我们用一个烤盘蒙上锡纸 把它装入烤盘 放入烤箱 250度华氏烤20分钟 鸭胸烤好了 我们看外表很金黄很漂亮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跟大家说一下 鸭胸刚烤完呢 不要马上从烤箱里拿出来 让它在里边待五分钟 如果马上拿出来切呢 里边的汁水都会流出来了 然后呢肉变得很柴很难吃 烤牛排也是同样的道理 让它休息五分钟 这样的话呢 它里边的汁液呢 就充分的溶解到鸭肉里了 我们现在给它切开 因为鸭肉呢非常新鲜 在法餐和日餐中呢 鸭肉如果是带点粉红色的 那样的是可以的 是非常好吃的 看这样粉红色的肉是非常漂亮 取一个盆 先用这个照烧汁 放一点在底下 然后淋的少许在鸭子上面 撒上一些熟的芝麻 淋上一些新鲜的胡椒 搬上一些大锅香菜 这一道照烧鸭做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